祭司,一个视频帮你意识上演F牌 我的熟练度也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在这种有眠镇 唐人街这种地图的话是可以无脑拿的 然后这把的话他放出来 他真的很大胆 他放出来那么我就让他后悔 然后这把我们修中场电机 他调试的话非要这个抢 其实没有必要 我们的话可以正好可以打辅助洞 我们这个第一次刷修中场 就看去没有这把秒倒 这把的话感觉队友打的不是很好 后面的话通过我们的一波 这个非常秀的走地叫 就是说来赢回这把 然后主要还是来讲一个祭司的一个思路 真的打祭司最主要还是这个东西 有的是六鬼其实没什么难度的 因为我们只需要打这种洞就行了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前面打好一波辅助洞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修机 这边的话我们就不打长洞 因为打长洞没有任何意义 容易被放镜子打掉 然后我们这的话其实可以配合救一波 但是由于这个空军在旁边 所以这的话我就不打算过去救 他就让自己救 因为空军手里有枪 然后空军的话找机会就吃一刀交枪 那这边的话可能卡半 然后我们的话可以打个辅助洞 然后看情况好 这边的话我们打个洞 打过去然后打过去好 这个洞是意外 意外的没关系 就是这个才叫关键的真正洞 然后我们过去之后 看来也就死了 好这一波的话非常漂亮 我们一点矛盾都没有 这边的话就是 实际打晚了一点 这个确实熟练度感觉还是有点低 差了一点点 那不过没有关系 后面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能力 再打回来 那么这边先不着急 我们这时候先休机 然后空军的话 这把有一把枪可以试着架枪 把他打下来或者说打一波配合 这波救人感觉救的也不是非常好 就是这个枪没有交好 那你来看 这边的话枪不交的话 然后后面的话走不了了 你这个时候的话你无法撤退 那么这个局的话 这个前首先看菜 秒倒一个镜子车两刀 加上这个空军 再一波双倒 那这种局你看看能打吗 你觉得这种局先不说能不能平 先不说能不能赢 就看能不能平吧 然后这边没关系 祭司真正来了 然后这次的话我们记住 我们对准椅子打洞 刚刚那个奥利奥剑 纯属意外了 这不着急 他有气流刀 我们等一会卡个极限 我们就对准椅子 所以说为什么说有棉镇 这个地图随便拿 你知道 无脑拿 我不需要熟练度 我也能拿随便选的 就你只要你对准了就行了 打下来之后 然后这边的话勘探员活了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回来 回来干嘛 回来给红夫一个视角 就让他来杀别人 让他来杀我 我们要给他脚印 我们要混淆 这样的话勘探员一个上挂死的 就能活 然后这边的话硬要贪我一刀 干嘛 不要硬贪我硬贪我 你再硬贪我 这边交流飞人还要硬贪我 然后这次话硬贪我 没关系我们就拉走距离 然后这次话我们直接往目的一转 因为他这边的话百分之一百 他不会杀我 他只会去杀这空军 那这样的话其实还是不错的 然后我们等一会儿 我们这一波的话要呼大洞 呼大洞干嘛 呼大洞给勘探员用来补洗 因为这边的话空军要被上挂 要被红夫人牵起来了 因为红夫人的话 这一波他是找不到勘探员的 然后但是我们大洞的话 一定不要着急呼 我们修机这边要注意一下 修机不要着急修 还好这波通气的话 没有通气到祭司 没有通气到勘探员 不然的话完蛋了 然后我们不要着急修机 因为他镜子可能会放我们目的来 所以这一定要注意 所以这把主要讲的是一个思路 真的大家可以真的要学习学习 对你的一个非常有帮助 那这时候大洞好了 这时候镜子交了 那确保他确保就是 队友已经在救人的过程中 吐夫是放不了镜子干扰我 那么我们就呼大洞 呼大洞过去之后 然后直接把他勘探员摸好 这样的话 勘探一个上挂死的节奏就好了 这一把的话就很好打 就很容易局势就回来了 发现没有 逆转回来了 然后我们把他摸好之后 他也把我摸好 然后我们的话就剩这两台机 另外外面的话 应该还有台空军的残机 但是可能也不多 因为这把节奏可能比较烂 但是总比这个开局 我们秒倒一些什么操作 直接就打崩掉就比较好 那这边还摸好 摸好之后我们修机 然后的话我们钻回去 这边的话让勘探员修这台 我们钻回去 然后就看这个队友能够溜多久 多溜一会儿 能多溜一会儿 钻回去之后发现空军过来 那没关系 好空军转大洞钻吧 钻完之后空军被砍了 我们回去摸空军 这一波的话是非常好 但是勘探员的话 就是说被发现了 那么屠夫 诶 屠夫的话竟然直接传过来 那么好吧 我以为屠夫会直接杀看待 结果没有 屠夫的话直接换换传授传过来 那这的话我们这时候怎么办 他想贪疮尸 没贪着 那这时候我们强摸起来 没关系 强摸吃一刀好摸起来 这个时候的话我要献祭我自己 我用我们一个镜像 这边的话 你孩子死了 那死了那么就很难受 那么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 这边本来想办抗一刀的 你抗一刀的话 他这样至少能溜一会儿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摸好血 然后还好通知没有 我到这时候赶了原地摸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俩都半血 都原地都摸的话 没办法了 如果说这时候被砍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打大洞 然后注意一下车子来了 这一把真的就是一个意识问题 意识打得好 一定要高于这个操作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翻过去之后 然后我们准备救人 然后条件出去补机 这一把的话 就两台电机 都是已经百分之六七十 真的不差电机了 然后我们就需要逼近人 让我们吃一刀费能 我们拖一会儿 我看能不能比看 我主要看这波飞能教的 能看能不能这个鞭尸啊 结果没有鞭尸呢 没关系 快走 这个往前面走 就是不要被一个镜像两刀啊 这个空军的话 但是被架在这 哎呀这个空军 就是这一波的话 空军是操作失误太严重了 我们这一刀的话 是不可能说被一个镜像两刀了 这个属于非常非常非常低劣的一个操作啊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失误啊 基本上我觉得是不存在一个高端局的啊 不可能说一个镜子两刀啊 就你稍微正常一点就行了 那这边的话70%电击你想想看啊 如果说我们刚刚那刀扛到的话 70% 那么下一波镜子 哎 电击就够了啊 所以这把的话啊 不是说我们打的不好 我们一起打的很好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后面做的还可以做的更好啊 我们手里有两个洞啊 这个时候大家这个要注意一下啊 都有的话来救我哎 一波无伤就好 没关系 我们的话帮忙开开机 开的没有空了一刀 哇直接开机我妈呀吓一跳 赶快跑 然后这次话我们供应一下他 我们继续往里面上蹭 然后这的话哎 杀我那怎么办 看来没关系跟我一直走 看来用我打动啊 这边镜子打工了 看来看来吸了一下 好没关系我们直接走 因为这边的话我不确保 他到底杀谁 我们是可以试着勾引一下 如果说他杀我的话 那么他就必定死定了啊 这边话干嘛哎 是不是想杀我呢 没关系我们勾引他 然后这的话我们往门 往这个门口走 然后不要着急打动啊 因为这边话他现在没有镜子 然后看他到底想杀谁 他想杀我还想杀勘探员啊 都是很有可能的 然后这边话他想不要逼在这儿 他杀我了 他杀我就说明什么 他想肯定算迅速把我秒掉 然后我们这镜子一定 洞不要着急焦 除非他焦镜子记住 然后我们跟他上二楼 这个时候我们拖时间 拖队友点门的时间啊 这个思路一定要清晰 我们上二楼 他就必定没办法放洞啊 放洞的话我们就可以打洞往下 打上下洞啊 所以这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再绕两圈 不着急地窖中场 哎反绕我好没关系 我们手里两个洞好了 先打一个洞过去之后 然后我们直接过去 然后队友直接门点开 快走快走 我们直接就门就开了 直接走了 不好意思红夫人 即使你看看 到底真的有多强 意识这个东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啊 好需要视频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赞哦 谢谢你们